极乐世界一切万物不生不灭 没有波动的现象 所以也就没有时间跟空间了 因你便是空发解 我们在鲜熟过死望静还原观里面读到 还原观上明白告诉我们 宇宙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所有的现象 都是由于一年不久 那么极乐世界它是一年久 往生的人虽然不久 到极乐世界就救了 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 如果说凡圣同居徒不久 它的烦恼稀奇未断 不能成为阿弥陀智菩萨 阿弥陀智菩萨 叫不退转菩萨 不退转有三种 第一个是位不退 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 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 第二个是行不退 三行菩萨正德 第三个叫念不退 是法身菩萨正德 三种不退通通正德 才叫阿弥陀智菩萨 那所以我们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 确实的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虽然没有正德 但是福利加持 他的智慧神通道理 跟阿弥陀智菩萨 完全相同 相等 这是极乐世界 殊胜无比 这也就是 摄放祝福 为什么赞叹 一个人要修到这个境界 确实要无量解 所以这个法目是男性之法 凡夫 一凭烦恼没断 为什么能生 为什么一到极乐世界 就变成阿弥陀佛 随着时 许许多多菩萨 都不能接受 都不能够相信 这一桩事情 我们要知道 真正知道呢 才知道这个法门可贵 这个法门 不容易遇到 遇到 决定 不能错过 啊 错过了 就真可笑 遇到 都要非常 都要非常认真的 才能够 才能有 极乐世界的大众 不是 因地上对法藏菩萨的赞叹 这也是让我们 看到 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 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凡胜同居徒的 那些往生的人 为什么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可以说 都是凡胜同居徒 因为我们一凭烦恼没断 全帐复礼 一生到极乐世界 也就像 发藏阴地 高财勇者 于世朝义 这太难道了 太稀有了 阿弥陀佛 真这样加持吗 我们相信是真的 那么他这个世界 真的 跟一切处复 诸佛 插阻 确实 不一样 往生到极乐世界 让我们变得这么有智慧 这样有佛报 那是佛德 比佛报更殊胜 心中不悔 心不中悔 终归 终归就是中途 退转 那极乐世界 没有中途退转 只有不断向上提升 而且提升的速度很快 所以退转 心里不进 欲言则退 这是说 我们这位世间人知道 那极乐世界 没有这些退源 只有正上人 没有让你退转的人 极乐世界没有 你所见到阿弥陀佛 你所见到主菩萨 个个都是勇猛进进 在极乐世界 看不到一个退转 所以 你不会起退转的念头 几落神众 智慧蒙利 断依身心 金骨不动 如金刚人 到那个地方 你已经见到阿弥陀佛了 你还会去这样 我们这个地方 修佛 经上说的很好 特别是现在人 现在人喜欢怀疑 那怀疑是现代人的时尚 都学会了 那连小孩都学会怀疑 这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没有 小孩对任何大人说的话 都相信 从来没怀疑 所以现在小孩 聪明都会怀疑 故心中 心不忠悔 夜晚之情 他没有后退转的 没有退转的 义无现实 现实现代 现代之因 是怨不深 怨不深切 行持就不得力 故实情实泄 长字方译 这个现象 在我们这个地方 修学的 是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他不能连接 进步很缓慢 在这就看到了 所以 福在大神经上讲 精进 是菩萨唯一的善根 世间法的善根 是无贪 无臣 无耻 菩萨的善根 就是精进 精进的反面 就是懈怠 这个地方的好处 这是我们要记得 懈怠 为什么会懈怠 运运不深 为什么会退转 心不坚固 没有深信 很容易退转 没有怯悦 就容易下来 这个我们常常 要提起警惕 过 勇猛 精进 无忧 现实 极乐世界 菩萨 为什么能做到 那就是 他们身心 切愿 这个时候 升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再也没有怀疑了 经典里面说的这些四 到极乐世界 全见到了 不是听说 是你 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亲身 接触到 所以 性跟怨 都不动有了 在这里看 是一片 津津 庄严之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